大家我是Paul 周日到周日英文一起讀 好 这个新闻我觉得蛮扯的 看一下标题先 father of two 哇 第一个字可能就卡卡的 什么是father of two father是爸爸你知道 of two是什么 two是两岁的孩子吗 两岁孩子的爸吗 naa father of two 两个孩子的爸爸 所以二宝爸 二宝妈好像也常听说这个词 三宝妈 几宝妈的 所以二宝爸 father of two 29岁 29 然后他跟这个Ukrainian Refugee Girlfriend 就跑了 Ukrainian就是乌克兰的 Refugee就是难民 所以英国政府似乎有一个就是计划 这个计划就是乌克兰难民 我们来收吧 这样子 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词 就是scheme s-c-h-e-m-e scheme 这个是有计划的意思 scheme 就跟plan这边基本上差不多 project initiative objective 这些的 可能不能说全部都一样 但总之都有计划的意思在里面 所以英国就有一个这种一个计划 一个policy 然后他就说来吧 难民我们来收一收 那就看有些家庭愿意收的 然后就收进来 让他们住一住 所以等于算这个原配有点隐狼入室吧 或许是 我是不想批评这种社会事件 因为有句话说什么横刀夺爱才是爱的吗 I don't know 或许可以减少这种发生的机会 但人生过得这么有限制 我也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again我们不要批评 我们也不要说太多这种 不是我怕冒犯人家 因为我真的觉得有的事情是很难说有什么立场 因为你不是当事人 你真的不知道 你如果今天真的看到了一个你超爱的人 就是你一看到就觉得 哇靠 我怎么这辈子现在才遇到你 然后他即便现在有什么什么什么 你会不会有种念头想把他抢过来 如果有我觉得我不会怪你 虽然说我觉得你不应该 可是我真的不会怪你 那抢不抢成功 也要看另外一个那个人是怎么状态 所以总之有时候一巴掌是拍不详的 不知不觉又批评起来了 commentator 我不是啦 我只是教英文的 好所以这个Ukrainian的Refugee Girlfriend 然后他就把10年的这个partner partner of 10 years 他就把他的partner of 10 years dump掉了这样子 抛弃掉了 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可以学到一些什么词 所以father of two刚说过了 我们顺便都讲一个概念 就是这个 如果说你有个小孩三岁的话 你可不可以说这是my3 year old 谁谁谁 可以啊 你后面就假如你是儿子或女儿 my3 year old son my3 year old daughter 甚至可能是my3 year old nephew needs之类的都没问题 所以三岁的什么 那这边要讲一个重点就是 你这边的儿子女儿或什么其他的呢 省掉都没关系 所以如果你今天跟他说 我有个两岁小孩 跟我有个四岁的小孩 I have a 4 year old and a 2 year old 就这样就可以了 你如果没有想要specify 儿子还是女儿的话 也没关系 然后你接下来的聊天就说 我四岁那个怎样 我两岁那个怎样 我知道我们台湾可能会说 大孩子怎么办 四孩子怎么办 可是你也可以说 四岁的怎样 两岁的怎样 也OK嘛 对不对 so my 4 year old did something terrible yesterday my 2 year old chew the couch 小朋友应该不会 猫狗才会大概是 但anyway 所以这个 几岁几岁可以当成是 代名词的一个概念 好 所以这里应该也没问题 他课本 这个不是课本 这个文章是没有 当然是多一个补充 所以想读一段给你听 so the father of two 29 who dumped his partner of 10 years for his Ukrainian refugee girlfriend has been pictured with the 22 year old after they moved into his parents' home 所以他搬出来 基本上他把房子可能让个原配 或许也是应该的 所以他跟他搬出来 搬进了 搬回他家人的家 所以长得是这样 你觉得这个女人 值得为了你 为了他 然后让你抛家弃子吗 显然的这个人认为是值得的 所以可以看到 这边有几张照片 这个女生还真的是 有着乌克兰人的这种 美艳美丽 好 OK 回来这边 我发现一个很不错的功能 我之前一直struggle 就是有时候我网页的大小 什么之类的 会因为文字超过画面 然后就觉得很烦 现在发现一个很棒的 就是你只要看F9 它就只剩文字的 你看超棒的 我做了影片做了一年多 才知道原来 Firefox有这样一个神奇的功能 总之 这句就叫做 better late than never OK better late than never 所以知道的完 总比永远不知道 还来的好 better late than never 可以 OK 好 所以总之我还是知道了 所以我现在可以这样子用 这样子大家 如果你有在看影片的话 读起来可能也比较爽 这样子 OK 多看一个这边这个 好 所以你看到这个照片 他说的 Embrace the lover 这个名字 我当然知道这个名字是乌克兰的拼法 所以里面有两个i 可是如果今天是正常的 不要讲正常 就一般的那种 英文的拼法的话 如果今天拼一个字 叫讲这个名字 Sophie 或者我今天拼另外一个 叫做这个 我自己以前在这个发音上 也有错 我以为这个念Sophie 没问题 那我就觉得后面这个字 你只要把它变成Sophie 就对了 后来我才知道 其实不对 它正确的发音 似乎是Sophie 所以它的中音不再 就是跟前面是不同的 Sophie是OK的 不是Sophie Sophie 可是后面不是Sophie 后面是Sophie Sophie 所以我猜它的发音 说不定也是Sophie 如果说跟英文是一样的话 总之 然后 它就 它是逃离了乌克兰 对不对 所以乌克兰现在是 已经是一个被战争撕裂的国家 所以战争撕裂的 这个形容词 复合形容词 就是Wartorn 所以Torn这个字 就是Tear这个字的过去分词 所以我们要说一下 Tear这个字 不见得一定是名词的眼泪 眼泪当然是对的 那它的发音是Tear 可是如果说它变成动词的时候 就是撕裂 撕碎 撕碎撕毁之类的概念 所以它的意思就是 或者是推倒也可以 例如说我们把墙给推倒了 或之类的 柏林围墙推倒了 这样子 Tear down the wall Tear down the wall 所以它的发音是Tear 不是Tear Tear是眼泪 Tear是撕退 什么那一大堆的 过去分词 过去是Torn 过去分词 Torn N结尾 所以被战争撕裂的国家 War-torn country 这个富贵雄是事实上蛮常看到的 War-torn什么什么这样子 好 所以这没问题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个 就很值得看的 也就是我的影片的标题的部分 好 所以昨天 他们访问了一下这个人 对不对 所以他说 Yesterday Jiltered mother Lorna Garnett shared her anger after she let the Ukrainian woman into her home 所以昨天 这个Jiltered mother 什么是Jiltered 就找了一下下 就是 Having suffered someone ending a romantic relationship with you suddenly and unkindly 怎么翻成中文 你想象一下下 所以你 你suffer的一个某个人 跟你结束一段 romantic的关系 So having suffered suffer是受苦 蒙受苦难 So having suffered someone ending a relationship with you 所以这个人跟你结束关系 然后你是痛苦者 而且他是 suddenly and unkindly 简单的说 就是被抛弃 OK 抛弃这个概念 应该的确是有痛苦的 对不对 而且是单方面被抛弃的 你不想 可是他不想要你了 Right So 这个你就可以不用 Dumb这个词来说 I dumped my girlfriend Dumb通常是看到的 生活中很有用的字 抛弃 可是你也可以用 Jilt这个字 所以这个Jiltered mother 也就是被抛弃的妈妈 听起来都心碎了 So yesterday Jilted mother 她叫做Garnett 她们姓Garnett 跟我喜欢的篮球球员 Kevin Garnett是同一个 那她叫Lorna 好 OK 所以她就分享了一下 她的怒气 在她让乌克兰女人 进入她家之后 她的这些怒气 So 她说 She says She was left heartbroken after her partner decided to leave her for Sophia 所以她的状态就是 She was left heartbroken 她就是心碎了 所以If you break somebody's heart 那当然也就是把人家心打碎 所以主动的用动词用法就是 Break somebody's heart 那要是你心碎了 So you are heartbroken 我们是可以把它合在一起的 不需要hyphen的其实 OK 那它也可以写成broken hearted OK 那有没有heartbreaking 当然有 如果有个故事是令人心碎的 你听到会哭 That's a heartbreaking story Because the story breaks your heart 所以希望可以从这几个 主动被动的变化来理解一下 这种词怎么用 那她是被弄到心碎的 所以她当然是被动的时态 不是时态 被动的形容词 So she was left heartbroken 在她的partner决定跟那个人走之后 Cool Alright 然后她觉得 她这个女人一进她家 她的眼睛就 她就看上了她老公了 所以她说 She believes Sophia set her sights on Anthony From the start 所以set sight on something 就是你眼睛看着那个东西 然后你就是要它了 Set sight on something 所以你看中了左边第二颗珠宝 你就跟老公说 老公就这一颗了 I've set my sight on it 大概是这样子 OK 然后我们也看到 Fancy这个词出现好多次 所以他们有采访Sophia 她说了 So Sophia said She fancy Tony as soon as she saw him 她一看到Tony 她就喜欢他 所以Fancy这个词 虽然一边可能来说是 花俏的花烧的 Fancy Fancy artwork Fancy steps 所以可能说 五部很fancy之类的 所以 好 花俏花烧的 可是你也可以把它当成 动词的喜欢来使用 OK 好 所以然后他们现在正在活出 他们自己的爱的故事 They are living their own love story All right Congratulations to you 那再看一下 呃 呀 这边有没有一个 所以她继续说下去 我们说的是那一个 原配又在说了 继续说下去 她就补充说 She didn't care about the devastation that was left behind Everything I knew has been turned on its head in the space of two weeks 好 这里面有些英文可以学 对她说 她指控这个女人 根本不管 她的行为 造成了留下多少的 这种 就是破坏 She didn't care about the devastation devastation就是 整个就是 崩坏崩溃这样子 那这些是被她留下来的 That was left behind 我们才刚看过 left behind这个词 昨天 所以她所知道的每一件事情 她的整个世界 everything I knew 就包括她是她的老公 有两个小孩 他们有一个美满家庭 So these are things that she knew So everything she knew has been turned on its head 所以这个片语 什么叫turn on its head 所以她的片语就是 turn something on its head 那如果我有一个玩偶 或者我一个 很好的朋友 送我的一个 这个乌龟水晶 是乌龟啊 看起来是啦 所以她的头 你看假设我今天 把这个乌龟像这样拿着 如果我让她倒栽充 变成这样的话 这样就叫做turn on its head OK 然后她是不是就是 不开心的不舒服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概念 我把它放回去 拿来做示范 所以她所知道的这一切 她的世界 就被turn on its head 所以就是整个被翻转过来了 所以换一个说法 turn upside down OK turn upside down 那在两周的时间里面 时间跟空间 在英文这个里面的用法 是可以互相替换使用的 所以她这边说的 in the space of two weeks 所以就在两周的时间里 你当然说 怎么不用in the time of two weeks 可是in the space of two weeks 也是很常看到的一个用法 所以 我今天才跟我的学生讲 就我们中文有讲 时空时空时空 有没有 时间跟空间 我心里面一直以为 这个事实上是一个 比较新的中文词 因为 因为时空就是在 爱因斯坦的理论相对论 什么 他们就讲到space and time OK space time 所以这个词 就是时空 然后我相信 我相信 我觉得应该是 我觉得我们中文的时空 就是从这个字 直接翻过来的 space time 所以这边说 用的是interchangeably 所以 everything she knew has been turned on its head in the space of two weeks 所以在两周的时间内 这样子 你大概可以换成一些其他词 span span我们知道 就是一个东西的长度 so in a span of two weeks 也OK啦 好 alright cool 来 那我们再多看一个 liking这个字的用法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liking 好 Tony说 反正他跟Sophia这个女人 很快就发展出了一个connection 而虽然他的六岁女儿 跟三岁的女儿呢 同一时间 不是虽然 所以同一时间 他的两个这个女儿 也蛮喜欢Sophia的 OK 好 那我们就 这边怎么说 所以 and while his six-year-old and three-year-old daughters 你看刚才看过 所以他六岁跟三岁的 daughters also took a liking to her 所以这个片语 if you take a liking to somebody 就是你还蛮喜欢那个人的 好 所以这个片语 很酷 我们在台湾 还真的 我还好像没有看到 有老师教过这个片语 但你就看看就算了吧 好 so if you take a liking to somebody ins you're fond of that thing or that somebody 好 you're fond of it OK you're fond of somebody you like somebody you take a liking of somebody 好 没问题 good 然后最后再讲到 可能就是 那种 两个人调情之类的 所以有个字叫做flirt 所以flirt就是去 调情 flirt 那形容词 flirtatious flirtatious 所以 这边讲一句 就是这个 这个男主角 也就是他做的 Anthony或Tony 其实也顺便可以说一下 Tony 出现好几次是Tony 有没有 然后也有出现到Anthony 所以Anthony这个名字的 短板 就是Tony 这样子 好 所以他说在家里的时候 他发现到他们 就会找到很多 一些借口来摸来摸去 这就调情了 OK 所以你可以想 所以可能在台湾的 我们很难想象 外国人的生活 是这个样子 可是我可以 因为像英国 或者反正欧洲国家 西方国家 他们住的地方 可能空间比较大 那可能你老婆在房间干嘛 你老婆在客厅干嘛 然后你跟这个 refugee的girlfriend 先不要讲girlfriend 你跟这个refugee 在厨房弄个东西 洗碗的时候 手碰到一下 或之类的 或者是你经过她的时候 摟一下她的腰 老婆根本不知道 这绝对是有可能的 OK 所以他说 At home I realized we were finding excuses to touch and brush against each other 所以他们会 他非常的发现到 他们在找借口 来去摸彼此一下 Brush against 就是扫过一下 叫brush against OK So it was very flirtatious But nothing more than that happened at that stage So nothing more than that happened at that stage 所以他认为 那个时候就只有这样 就是两个人互相调情 可是超过那个灯 当时是没发生的 好了 他的说法 至少是 OK 我不知道做这个新闻 会不会很多那种 比较有道德感 会觉得 What 这个实在太糟糕了 如果说你有什么怒气 觉得这很糟糕的话 下面欢迎你说一说 如果觉得无所谓的话 人生就这样 祝他们开心 祝他们愉快 好 我们大概也不用复习了 讲到这里够了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